好我剛說的是這一個哈這個軟體 好就是這一套哈那他的那個符號標籤是寫BR 那這個軟體他本身是算Adobe系列的軟體的那個檔案總管 好那因為操作上來講好有時候我們要開一些特殊格式的專業檔 那你如果是比方說用這個 檔案總管來看好我們看不到像這種 AI檔或者是EPS檔 好或者是像Photoshop的PSD檔 開PSD檔 好像這個PSD檔 這幾種格式的都是屬於專業格式所以呢我們檔案總管一般是沒辦法直接預覽的 那所以我會幫各位哈另外存一個 JPG的這種通用檔 這個不能夠直接拿來用 你如果說做簡單化的處理還可以啦 但是因為他JPG檔本身是沒有分圖層 而且也沒有向量的屬性 所以呢這個只是讓你知道說啊這個檔案名稱 是長這個樣子 他的內容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記得後面有寫瓜糊預覽的那個只是當作預覽用的用途 沒有辦法直接拿來使用 好那我現在開PH給你看 一樣的位置 比方說剛剛這個反差裡面 這個是JPG格式 那這個是AI格式他就可以直接預覽到內容 好所以等於說平常如果我們要去整理土庫的內容 那我點這個直接來預覽就會比較快 他就可以直接把他換算出來了 好那比方說剛剛這一個 Photoshop的格式 他也可以直接看到內容 好所以這個PH他是專門針對這些格式去預讀的 那這樣的話你在瀏覽那個內容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好那我直接等一下把這個單套 丟在Lite的群組上面去 那你們可以趁 空檔的時候呢 好安裝一下他 不是很大啦 好那裝完了 我再稍微教你們怎麼樣調整這個畫面 好 那不裝也OK 只是說你到時候看檔案總管的方式 好 你就可能會看到像這個看不懂的 圖示 那你只要分辨一下 這是預覽 版圖 這是主要檔案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說到這邊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好那我們要接著來開始 複習 好我們回到ForeShop來 上一回我們 練習的部分到複製圖層 好那我們接著再來複習一下 局部選取範圍 好那一樣啊我們要複習總要有一個檔案來開始嘛 所以我們一樣還是開出剛剛上一回 好各位練習的那個部分 我再按一次給各位 好這個檔案 那我知道應該有的同學上完課這個檔案就不知道丟哪了 所以我必須再放一次給你們 好我傳到LINE上面去了 稍等一下 那我先 順便先講解 這個把它收起來 我先把這個燈光先關閉 那我們畫面上 你會看到呢 比方說我今天想要複製某個區塊的物件 有沒有 我們上一回就講到這個地方 比方我在這個招牌 招牌這一層 我選一個 矩形的工具 我把這個畫面的框一小部分出來 好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是一般我們沒有框選的時候呢 按 Ctrl加J 那他是整個複製 我們這個先取消一次 你看喔 我現在是招牌的圖層 我按Ctrl加J 所以他會原本本複製一層一模一樣的 好那我還原 如果我現在呢是 方選的這個範圍 我再來按Ctrl加J 那他就只會複製 我所框選的範圍 好那講到這邊 我暫停 那你先練習一下 複製的部分OK 我們來看 重複加選圖層 好 好 重複加選圖層就對應到我們剛剛提到的啦 我們必須要利用到Ctrl加J複製圖層的同時 也會有用到這樣的情形 比方說呢 我今天想要複製的呢 是 這個 植物 這個植物 還有呢 這個椅子 那連帶的呢 椅子下面呢 還有這個陰影 我把人關掉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我要植物 椅子 還有陰影 那我同時要把這三層選在一起 這個時候呢 就有兩個按鍵 來輔助 一個呢 是Shift鍵 如果你要連續三個圖層一次選到底 那你就是第一個圖層已經選定位了 接下來按住Shift的選最後一個圖層 這是連續用的 這樣他就會選在一起 好那第二個輔助鍵的按法呢 是可以跳著選 比方說呢 我的圖層現在選取的時候並不是連貫式的 可能是呢 其中有包含到花車 那植物 還有椅子 但是沒有影子 那這時候呢 我必須要按住Ctrl鍵 只點植物 然後接著點椅子 再來就跳花車 這樣就是跳著選 好所以Shift鍵呢 是連續選 那Ctrl鍵的用法呢 是跳著選 好那我們回到剛剛的狀態 植物 椅子 椅子的影子 這三層 我選起來了以後 我想要一次把這三層的狀況 也複製一份到別的地方去用 那這時候我就是按Ctrl加J 好這時候呢 很明顯我們就已經複製出多一份了 一模一樣的一份了 那通常他的塗層 名稱後面都會加上拷貝兩個字 好這時候我可以順便直接再去用移動工具 把這一整組的物件 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用 這樣我就可以一次新增三個塗層出來 這個是複製塗層的另外一個用法 好那請你記得 這是怎麼樣去加選塗層 好 來各位練習一下 好那選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看塗層面板 塗層面板的那個灰色呢 看的比較淺 比較淺色的時候就是有選到塗層的部分 所以塗層有時候在操作運用上 不會只是控制一個塗層 有時候會需要用到多個塗層 好那我們接著再講 這個另外一個功能 使用移動工具 然後呢 加上微調 微調的作用是拿來做對齊的 我們繼續 比方說了 我們現在拿這個橡木桶 我把橡木桶移動到這個畫面中央 然後呢 我要跟垃圾桶兩個來做對齊 我把橡木桶移高 好 好這裡有垃圾桶 那我想要把垃圾桶跟橡木桶兩個做一個對齊的 很準確的這個狀況有沒有 那你注意看我在移動的時候啊 畫面上會出現很多藍藍的小標籤跟線段 好這個叫做智慧型對齊 這個叫智慧型的對齊 但是呢他的對齊是看像素的所在位置去做對齊的依據 所以你看他下面這裡有一條線已經對到了有沒有 但是實際上他並沒有完整的對到那個橡木桶的那個架子的底下 好所以這樣的對齊有時候是不準的 因為呢我們是以這個目視的觀察 就是用我們眼睛肉眼直接觀察 對齊的準確度到哪裡 所以這時候如果 電腦他自動判別的效果不對的話 那你就可能需要用到微調 好那記得喔你現在在操作的時候呢你一定要原則上是使用到移動工具 好那比方說我們近一點看 這個垃圾桶的底部跟這個架子的底部差了一點點 我想要讓他能完全的對齊有沒有 那我這樣子的用滑鼠去移動 因為滑鼠的靈敏度不是非常的細緻 所以呢你可能怎麼對都好像對不到 有沒有所以這時候呢你可以用鍵盤 鍵盤的上下左右鍵 只有在移動工具的情形下他才會對應出來 他是可以拿來做微調的 那你就可以這樣慢慢微調微調的情形下 他就可以調到你想要的位置 好所以他移動的軌跡呢一次是一個像素的位置 就是一小格的位置 那如果你要加快移動的速度呢 你加按Shift鍵再去按上下左右 他就一次會移10個像素 10個像素的距離 因為各位你們現在用的 那個電腦螢幕啊 可能每個同學的配備狀況不同 那建議你好如果你是用到螢幕比較小的狀況 你ForeShop的軟體就不要再開小小的 你可能要盡量佔滿群螢幕 那配置上來講 如果你在操作上來講暫時用不到一些工具的話 那你可以按一下鍵盤 左邊那邊有一個TAB的按鍵 好按一次他會暫時隱藏 這樣去看整個畫面會比較 空曠一點 再按一次TAB的按鍵他就會回復到剛剛的狀況 這個是提供給小螢幕的人 有一個比較方便的用法 刪除不要的塗層 這個是必備的功能 因為有時候我們製作檔案的過程 總是會有或多或少多餘 或者是已經不需要再用的塗層 比方說了 我現在這個畫面上這兩個燈光 我覺得太暗眼了 而且我也實際上不想要用到黑夜 那我想要把這個燈光這一層 直接丟掉 那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比較直接快速 就是按Delete按鍵刪除鍵 我只要先點好塗層按Delete按鍵 他就會直接刪除掉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用拖曳的 用我的滑鼠左鍵按住塗層 空白的地方按住 然後往下拖曳到我們塗層面板底下的這個垃圾桶 這邊有個垃圾桶的符號 那你看 我們在拖曳的時候是一個拳頭 拖曳到這個垃圾桶的時候 放開 他就會丟掉 這兩個做法 好 我們各位練習一下 接下來是看 使用參考線跟隔點 參考線跟隔點 這個地方要借用到的是 這個 檢視功能表 檢視功能表 這邊 好我們來看好 這裡有個項目叫 齒標 好打開齒標 這時候你的上方跟左側呢都會出現這個齒規 那齒規呢你只要往這個齒規上面的用左鍵好滑鼠左鍵按住不放你就可以拖曳出一個橫條的線段 那如果是用這個左側的齒標拖曳呢就會拖曳出一個垂直的線段 他可以拿來讓你重複做對齊的使用 因為呢我們在這個解釋功能表裡頭有一個預設值叫做靠齊是打勾的 好所以這個項目呢他就會造成說你在做一個物件移動的時候靠近線段他就會自動去做對齊跟吸附 比方說呢我現在用垃圾桶 那當我移動的時候呢移動到靠近線段他就自動黏過去 他就自動黏過去 所以他就黏在這個地方靠齊了 好這是參考線的基本運用 那參考線呢他是可以利用移動工具 好就是這個移動工具 可以再一次移動他 所以呢你如果第一次拉出來位置沒對準 你可以反覆的移動 好那假設說我現在呢怕線段不小心去動到我想要鎖住他呢 那你一樣是按檢視功能表 好這邊呢有一個項目叫做鎖定參考線 你一旦鎖定了呢你用移動工具就移不動了 好那一樣的意思 線段總有用完不想用的時候嘛 好那你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暫時隱藏 好那暫時隱藏是按Ctrl加H Ctrl加H是隱藏 再按一次Ctrl加H他就會再回復 那如果要永久的不要再用參考線呢 那一樣好回到解釋功能表 這邊呢有個項目叫清除參考線 他就會清除掉了 好我們先到這個階段 那參考線這個作用呢 他的目標主要是用來做對齊的 所以呢 他在列印上或者是交稿 到印刷廠去印刷的時候呢 參考線是看不到的 對你在瀏覽器的搜尋 打這幾個字 好那第一個頁面 第一個搜尋出來的這個位置啊 就是他的那個軟體的官方首頁 因為怕說你如果亂安裝可能會有那個病毒 那來到這邊現在目前他最新版本是6.02 啊你就找 他這邊上面的這裡有一個下載試用版 按下去 好那我們一般都是Windows嘛 所以你就看啊你是Windows的32位元還是64位元 現在大部分同學都是64位元吧 好那你除非都你英文真的很很熟悉啊 不然的話我們是都以裝中文版為主 所以當然就是選這一個 好那他是試用版沒有關係 他只是頂多時間到了他會一直跳廣告 那你只要每次把廣告關掉就好 他可以永久一直用下去的 好那裝最新版你在解任何格式的時候呢 他比較不會出錯 OK 我現在再等一下 對 大載 下載體驗 94位 中文版 因為我們在LINE裡頭 不適合整個用資料夾沒有 已經解開壓縮的情形給你們 因為這樣會變得很亂 而且呢要變成一個小一個一個的小檔案傳 這樣你們傳到最後反而更糟糕 所以一定要用封包就是用壓縮的方式給你們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格點 好跟對齊的用途一模一樣 除了用參考線自己拖曳的情形下來講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是用像方格子的狀態 一樣是利用檢視功能表 好在檢視功能表裡頭 要找到顯示 這一項 在顯示 裡頭 這邊有一個項目叫格點 按了格點以後呢 我們的畫面上就會出現密密麻麻的很多這種虛線的方格 那每一個線條跟線條之間都是可以做對齊的 比方說我還是用垃圾桶 我在移動的時候呢 他就會這樣子 自己去吸你想要對的那條線 好所以他在對位上來講的就會比較方便 那因為格子跟格子之間很密麻 所以建議在對的時候還要看一下有沒有那個藍色的那個智慧型参考線來輔助 這樣會對的比較準確 這個是拿來做比較快速編排的時候 容易直接對齊不用浪費時間去拉線來對 好的時候在用的 那比方說你們接下來如果做到名片要做 整個A4畫面的編排的時候呢也可以用參考線也可以用格點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不想用的時候呢 一樣好 檢視這邊再按一次顯示 再把格點這一項 再按一次取消他就不見了 好請你打開也要記得會關 好因為之前有很多同學打開了以後不會關那會造成每個檔案打開都是格子線 OK 那接下來是講這個對齊跟均分 那因為對齊跟均分呢 最好是有 比較多的文字跟 圖文在做 圖文並茂在做一個對齊分布的時候使用 好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留在各位要做名片編輯的時候呢我們那個時候再來提醒 好 所以我先挑過這一項 好接下來是調 圖層的不透明度 圖層的不透明度 就是每一個圖層 每一個圖層他都是單獨獨立的 所以呢他都會有一個自己獨立的本身的不透明度 滿度 還有這個圖層模式 好那 各位直接 經常會使用到的是不透明度這一項為主 好比方說垃圾桶如果我改變他的不透明度 你可以拉這個橫桿 他就會降低 好那比方招牌我也可以用輸入的 我可以把這個數字好這個地方mark起來 然後直接輸入比方我輸入50 那這個就是50的滿度 好那不透明度有一個特殊現象 只要是圖層上面的修改 他隨時都可以改回來 因為他是活動式的 所以比方我現在不滿150 我想要回到100 那我就再按一下 把它拉回100 那我的滿度就會回來了 所以你透過這樣的編輯啊 往往就可以做很多效果 好比方說這兩個就會有重疊的效果 好那兩層三層如果每一層都有 各自不同的不透明度組合 那就會變成有疊色的效果 好或者是說有虛影回影的效果 好請你試試看幾個圖層 我現在舉個例子 這個是比較燒腦的部分 那能夠聽得懂這個道理 這個原理的同學 那你可能對於影像處理的概念會比較好 我現在來到門這一層 門這一層 我把門移開給你看 他底下是長這樣 假設說我這個門本身 但是他的不透明度100%是完全不透光的 就是底下看不到的 那這種情形下我們是OK的嘛 那我如果改變他的不透明度降低啊 我們是不是就穿過去 我放個東西在他底下好了 你就會看到橡木桶嘛 好那我現在把這個門呢恢復到100% 現在看不到橡木桶對不對 可是我們做圖啊 有時候會利用到橡皮擦 問題就是從這邊產生的 你看我現在選擇橡皮擦喔 我用橡皮擦在這個地方遠處 輕輕的擦一點點 好這時候你是不是又看到橡木桶了 因為門被我擦掉一個局部的區域嘛 那我這個橡皮擦擦完 他是不是 這個地方是被我擦掉的 那這個地方有的地方是完全還沒被擦到的 所以就會產生說被你擦到的東西 他會有一個分布不均勻的 窗孔 就是漏過去的部分 擦得很乾淨的 跟差一半的 跟沒有擦到的 有沒有 那當影像 疊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種問題 好那問題 主要出在哪裡 你會發覺你擦過的圖案喔 本身你的 這個 塗層面板的不透明度 他還是維持在100%喔 好所以 你的圖案整個完整的 沒有透明現象情形下呢 他也叫100% 但是因為做圖的關係用到了某一些工具造成某些地方是透明的某些地方不透明的 他還是把你當作是100的狀況來看喔 所以這個就會產生比較高階的問題 這個就叫做影像融合的問題 所以這個概念上來講喔 必須要先從這裡入手 那你將來在做圖片擦除 圖片跟圖片之間融合的時候呢 你才不會一直卡在說 哎呀 不透明度到底是怎麼回事的 這種問題 這個是要跟你提及一下 那暫時沒有辦法聽得很懂 沒關係 這個得使做經驗多了 你才會慢慢產生這個疑問 好我現在回覆 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 調整 調整圖層模式 調整圖層模式 我們來看 調整圖層模式是怎麼一回事 我現在呢 丟一張圖來 讓各位理解 好我們用這兩張圖好我丟給各位 好丟在群組喔 我們另外單獨打開 我這裡有兩張圖 好比方說呢我今天把這個女生的圖案 用移動工具把它移置到這一張圖裡面來 請你看我怎麼操作喔 我把這張圖按住 用移動工具按住畫面 其中一個位置 左鍵按住不放 去觸碰 這一張圖的標籤 他就會轉移過來 那這個時候呢 滑鼠不放開 我再移回來畫面中央 再放開 他就會進來這裡了 好假設你不會這樣操作 那請你這樣做 先找到 女孩子的這張圖案 先把他的標籤拉出來外面 讓他變成開放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 那你在用這一張圖 然後底下看到這一張圖的情形 按住這張圖 拖過來放 也可以 好那這張圖我們暫時不要了 你可以關掉或者先收起來 關閉就按這個 如果要收回去你就把它拉回去上面收起來 他就砍回來了 好我們要看的是兩個合在一起的這一張 請你先做到這邊 好你看好這個女生啊 那我現在把它盡量靠起 靠起 靠起中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模式的運用 模式呢 每個圖層他都有獨立的模式 除了背景本身不能夠有模式以外 你注意看如果我切換到背景 就是最底層 沒有解開的情形下來講 他是不能運用模式的 也不能改透明度或填滿 所以只有活動的塗層請一下才可以用 所以你要記得 塗層面板裡頭觀看的時候呢 所謂的塗層1 塗層2 這些跟背景本身是兩個不同概念的塗層 背景這個意思就相當於是一個 書本的封底 封底本身呢 預設子是不會凍穿的 所以他不能修改其他的 狀況 好那你這個是活動塗層嗎 所以這邊就可以修改我們的圖層模式 按一下圖層模式呢 這邊有很多種類可以選擇 那大體上來說 就是有一條橫線的地方就是區隔成類似的區域不同 比方說這邊都是比較屬於偏暗的調整 這邊都是比較屬於偏量的調整 這邊是屬於那種覆蓋型的 調整 那這邊是屬於特殊化的調整 這邊是屬於改色化的調整 好那我們來看喔 比方說在這邊我用色彩增值 他的效果是 這樣 新版本呢 他可以直接在移動的同時 他就可以看到預覽的畫面 好那舊的版本不行 所以要看你的版本落差 如果不行就要一個一個點 比方說你如果 沒辦法這樣子直接瀏覽看到狀況 那就請你必須要點一個 再按下一個 好那為了要方便讓你能夠從頭到尾觀看嘛 那你看喔 那我點了第一個正常以後再點一下 這個時候欄框框是框住這個範圍的 好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按鍵盤的上跟下來做一個切換 這就是第二個叫溶解 可是溶解沒效果啊 沒關係我等下跟你講 好接下來就變暗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比較直接預覽 你就會看到很多效果了 好那 我們回過頭來看 剛剛這個溶解為什麼沒效果 因為溶解必須搭配不透明度不是100的情形 比方說我現在把它降低一點 這個就是溶解的效果 他會變成像顆粒分解的效果 所以他叫溶解 好那你看我現在如果把它切換成像其中這一種 變量好了 好那變量好了 可是呢我想要做局部修改啊 你就可以用橡皮擦 我們選到橡皮擦 我可以局部去改他的周邊 那他就有融入的效果 好你可以用這樣方式再去做進一步修改 那這個模式本身呢是 讓你優先選擇你要修改成什麼樣的 畫面的氣氛 或者是說畫面的感覺 用這樣方式來做修改 所以大部分的影像處理 他會運用到這個叫做塗層模式 好 請你練習一下 好接著喔 好接下來呢你必須要會的技能之一 新增空白塗層 那這裡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我們這個 檔案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直接關掉捨棄掉不要蠢 這個也我也不要了 好你看 我們有分新增 空白的檔案跟新增 塗層你要搞清楚 新增空白檔案是這個開心檔案 等於 比方說你要做網派作業你會從這邊去新增 你的這個空白檔案的尺寸啊等等 有沒有選擇你可以用的 這種格式跟項目 好那 我們說的新增圖層呢是指我這個檔案已經是 原本就有的檔案了 那我想要新增一個圖層來做什麼 通常會利用到新增圖層我們選擇最上面這一層來再按一個新增圖層 新增圖層的按鈕 他的 位置在這裡 好這個符號 建立新圖層這個符號 就是在圖層面板的垃圾桶隔壁這一個 好那當然你也可以按圖層功能表 這邊也可以找得到 好 那這邊的 部分呢 因為他的種類啊跟項目太多了 所以 為了讓各位單純一點 直接建議你按這邊會比較快 好 好那我們新增一個 這個是新增出來的圖層 通常會用到新增出來的圖層 最主要的用途是用在比方說用筆刷 畫畫 或者是說呢有一個位置 要做填滿 編輯 填滿 這樣子 或者是用漸層 這幾種功能的時候呢會用到 那其他的比方說輸入文字不需要不需要 建立圖層喔 新增文字的時候呢直接在畫面上點一下去打字 你看喔 在畫面上點一下 然後去輸入文字 他就會自動產生一個文字圖層 他就會自動產生文字圖層 所以他文字在輸入的時候是不需要新增圖層的 懂喔 只有要畫圖的時候才會新增圖層 畫圖就包含用筆刷 或者是用填色 或者是用漸層都叫畫圖 只有在畫圖的時候會用到新增圖層 好OK哈 那請你自己建立一個圖層來用 好這邊考考你哈 請你呢學會建立新的空白圖層 並且呢 至少用筆刷在畫面上寫個字 然後呢 再利用填滿跟漸層工具各畫一次 填滿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框或者不框都可以 填滿你可以按編輯的 填滿指令然後選擇前景色 或者直接按Auto鍵加Delete鍵 就可以填前景色了 那要選擇顏色的話請你事先填之前去選色票 好 那 那個漸層工具呢 你自己要挑選喔 在那個橡皮擦的下面那一下 我們接下來看 筆刷的基本調整 筆刷用到的機率 相對上來講在做網拍作業上來講 沒有頻率那麼頻繁 但是也是需要或多或少用到一些 至少要用到橡皮擦 那各位就會很好奇啊 為什麼提筆刷會講到橡皮擦 在這個軟體裡頭 這個已經講過好幾回了 那請你務必一定要弄懂 我們這裡面的工具箱 其實有蠻大部分的 比方說這個 這裡 這個 污點修復筆刷 修復筆刷 還有這個 筆刷工具啊 鉛筆工具啊 顏色取代工具啊 混合筆刷這些工具等等 還有 紡織印章啊 圖樣紡織印章啊 這些 還有這個 這是各位不會用的 步驟紀錄的筆刷 還有橡皮擦等等 還有 這個 模糊啊 銳利指尖工具啊 還有加量加深海綿啊 這些等等的工具喔 他通常都是利用到筆刷的 調整方法 去控制筆刷的 大跟小 還有硬度啊 是虛的 還是 那個銳利的 這種情形再去做調配 再去做使用 是這樣子的喔 所以他的概念上其實很接近 那所以作用上是只有在最後完成的 處理 他 得出來的結果不同 但是過程的調整 其實這些工具都很雷同 如果你掌握這樣的概念 其實很多工具學起來不會累 而且不會老是要記很多東西 好我們就用筆刷來練習就好了 那接連剛剛的作用 請你先建一個空白的圖層 然後呢我們選擇筆刷工具 記得是這一個筆刷工具喔 不要選錯筆 一定要看清楚 完完整整是一個畫筆的形狀 筆刷工具 好 來畫面上好按住 那個鍵盤的 Auto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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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住滑鼠的右鍵 不放 這個時候你如果往左右 往右拉動 他會變大 往左拖曳呢 他會變小 好 那你如果往上拖曳呢 他會變成硬度是零的 他會慢慢轉變到零 往下拖曳呢 到最後就變硬度是一百 好再講一次喔 在後面上按住Auto鍵不放 往右拖曳會變大 往左拖曳會縮小 往上拖曳呢 硬度會慢慢變成零 往下拖曳呢 硬度會變成一百 好拖曳完成了要畫畫的話呢 你必須要選擇 對應的顏色 好比方我現在選藍色 那我才能夠在畫面上畫畫 好 那你至少要能夠會 調大小硬度 還有呢 就是選顏色來畫畫 那請你至少 畫兩條線 一條是硬度一百的顏色 再換一個顏色 硬度是 零的 顏色 請你畫兩條線喔 那現在這邊跟你提醒一下 同學要留意喔 我們在用Forechop的時候 我們的鍵盤狀況 有兩個地方要注意 如果沒有注意到會導致你的 狀況不理想喔 第一個現象就是說 請你不要把那個大寫鍵的燈按亮 通常大寫鍵是在我們鍵盤左側的SHIFT鍵上面 有沒有 你如果不小心把那個燈給按亮的話 這個時候你會不容易看到筆頭的那個輪廓 就是筆刷那個圓形那個輪廓的位置喔 如果你按了大寫鍵的燈按亮 我現在切換給你們看 我把這個清除 你看我現在來到筆刷工具喔 我的筆刷源頭看得到對不對 那如果我現在把鍵盤的大寫鍵的燈按亮了 我就只有看到一個十字準星 我就看不到那個源頭大小喔 但是呢 你如果在按AUTO鍵加右鍵調整大小的時候還是可以看到的 好 實際上他並不會妨礙你的 但是只是說你看不到輪廓的傾向 你不是很確定他有多大 所以記得大寫鍵的燈不要按亮 第二個按鍵呢 他會導致你有一些 按鍵的功能會失效 好就是當你在操作畫面的時候 你的這個地方的 抱歉 你的這個地方的輸入法 你不要切換成 正常的預設輸入法以外的其他輸入法 比方說我現在如果切換成那個注音 切換成注音輸入法的話 他就導致我在按某些按鍵的時候呢 他會呆掉 他會沒有作用喔 好這兩點要特別注意 那你如果說呢選的筆刷 還是畫不出來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剛剛有請各位嗎 你一定要新增塗層 你一定要新增塗層在最上面 你來畫才有作用 如果你沒有新增一個塗層 我 比方說我現在是文字塗層 我當然不能畫畫 懂意思嗎 老師我可以切畫面給你看嗎 好 謝謝 是我的 有啊你現在是正常的啊 只是畫不出來 好你有沒有看到你上面有一個選項寫不透明 因為你把它調到1%了 可是還是畫不出來 好我看一下 我看不到你的顏色 我看不到你的顏色 你選什麼顏色 我我選 都可以 這個好 那我們檢查一下 請你按選取功能表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取消選取是黑色的 那就代表說你不小心有框一個選取區 沒注意到 所以你要按取消選取 好你再畫 有沒有對 因為你不小心卡了一個選取區 沒注意 如果我用 我用選取一個舉行的 對因為你剛剛可能在用其他選取工具的時候 框了以後你忘記了 他他框的範圍又很小所以沒注意到 記得下次有這種狀況就檢查一下選取功能表 好如果取消選取是可以按的 但代表說你有選取區卡住了 好謝謝老師 好現在就正常了 謝謝 老師你看我變這樣子 你按錯鈕了 我們要按的是Auto鍵加右鍵 你按到左鍵去了 所以 你如果按左鍵等於是在建設 你到畫面中央 你按住Auto鍵 然後按右鍵 你按左鍵 對對對你按左鍵是在建設 好 OK好啊你左邊那個面板把它改成塗層面板 我不會改因為我又換平板 因為我灌不進去桌機 你到那個 塗層功能表 視窗功能表 上面視窗功能表 有看到嗎 上面倒數第二個 喔有 好你按視窗功能表 對然後你選圖層 圖層 下面 喔有 對 好按下去 然後呢 好那你上面那個 那個叫什麼 好 資料庫旁邊 學習 學習那兩個字 好快點兩下 好了 對對好啊你現在調整一下面板 塗層面板的右側那個四條線的符號按一下 對對對好然後選面板選項 面板選項 倒數第三個 喔有 然後按中間的話對吧 對對 然後你下面那個縮圖內容選上面的 塗層邊界 對 好確定好確定 好 OK好先這樣子 喔 好 我們接下來講 那我們要做一個 簡單基本的工具 繪圖 有沒有那就是剛剛好用好我們剛剛的空白塗層啊 跟那個筆刷的運用 好那我們接著來利用到他做樣式功能 好 一樣啊你剛剛如果操作過一半的東西啊我們先清除一遍 我們打開 這個地方有一個 好一樣新增一個空白的圖層 然後呢 我請你來這邊好你可以用筆刷 畫一個圖案 隨便畫 好那建議你呢 盡量化 硬度100的 你可以這樣畫 然後呢在用力用這裡有一個工具 在這邊 好這個地方好這個叫做舉行工具這裡 按住他你可以來這邊選自定形狀工具 好看清楚啊好就是手型工具的上面這裡 要拉開這個抽屜好拉開抽屜的方法 在這個圖案上面按右鍵 或者是按住左鍵不放 隔半秒鐘 好然後選這個 自定形狀工具 好選了以後呢 請你在形狀這個地方 上面這裡 這個地方選一個圖案 好比方說我現在選兔子 然後呢在畫面上再畫一個圖案出來 這樣子所以你有兩層喔 一個是新增圖層隨便圖一塊 一個是用這個自定形狀畫出來的 我們畫兩個東西喔 好我再操作一遍 好這邊我重新清掉喔 我們呢要畫形狀工具好你要先點開這個工具箱 好他的預設狀況是舉行工具 那你要把它打開所以要拉開抽屜拉開抽屜最直接的方法按右鍵 好然後呢選擇自定形狀工具這一項 選好了以後呢來到上面這裡 來到這邊選形狀這一項 展開他的選項 好那你這邊呢是可以拉寬的 可以拉多一點 如果你的形狀的數量沒這麼多啊 那你就按齒輪這裡 按一下 然後呢你就選全部 加入就可以了 那這邊你就可以挑選你喜歡的花樣 比方說我現在挑選一個 蝴蝶 好那就點一下 點兩下 如果你要選定一個圖案呢 要確定要來畫 那你就點兩下 比方我現在在選這個黑桃 好兩下有沒有 然後在後面上呢 用框選用拖曳的方式 框選出一個範圍 他就會拉進來了 那你如果要維持比例呢 請你加按shift的鍵 他將就畫進來了 好那你一開始畫進來的顏色呢 如果要確定想要的顏色 請你在沒有畫之前就先來到色票選色 好我現在重新來喔 比方我現在選這個綠色 選好了再來畫 好他就變成綠色了 那萬一我已經畫了才要改色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來這裡 這個地方 按一下然後自己選色 他就會改了 OK 好請你把它畫出一個圖案 謝謝老師 這個形狀工具 你初期啊 做一些 比方說 網路的按鈕啊 然後那個小圖案的指向效果啊等等 蠻快速蠻好用的 尤其是呢 等一下我們搭配樣式以後 你會覺得他看起來還蠻驚豔的 好那用要樣式功能呢 你在做網拍作業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蠻多部分會用到的喔 所以樣式記得 等一下講的時候要留意喔 我如果在譬如說在你這個桃子 現在是藍色的 我要改顏色的話呢 好來你看喔 要怎麼改 我們我們目前是不是這個藍色的黑桃 那我想要改色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來到這裡 有看到嗎 填滿這一項 對你要點這邊 然後從這邊去選擇顏色 你可以拉動到你覺得滿意的狀況來選 比方我現在想要選這個桃紅色 他就變了 那好啦 額外多提一項喔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這邊還有寫一個筆畫 這個筆畫是框邊的意思 因為他目前的預設值是靜止的 如果你把它打開 好這個時候比方我去選一個框邊的色調 比方我選這個顏色 他就會加上一個細邊 可是細邊不夠寬啊 我想要更粗 那你可以選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框邊就變粗了 有 對這個是模擬向量繪圖的 所以他很像是illustrator的畫面 老師那我再請教一下 就是說當我在按那個填滿顏色 換了顏色的時候 他會變成說 塗層又新 這個這個桃子又新增一個 而不是在於改色 不會因為你目前的預設值 這個地方他是處在形狀狀態 他是完全模擬向量的 所以你現在不管任何的改色啊 或者是邊框色的修改啊 這些都是活動式的 可以一改再改 所以你比方我現在再重新改一個顏色 他並不會改變塗層的狀況 他只是 自由的讓你 重複的修改 這個是完全模擬向量狀態的 OK 好我先暫停喔 來我們回到剛剛用畫的這一層 我們用簡單的樣式 這一層我們先來用簡單的樣式 請你來底下加 陰影 好這個地方 fx這個符號 這個是自訂樣式 加陰影 好 請你把這個調整面板 拖曳到看得到物件 這樣你才能夠控制 好請你加一個足夠明顯的陰影 拉動他的不透明度啊 改變顏色啊 間距 還有尺寸 還有尺寸等等 好隨便改一個出來 按確定就好了 我現在用了 給你 好 接下来我们讲完休息一下哈 另外我们用刚刚用这个形状工具画图的这个涂层 我们来直接套样式 那我们之前有请各位把这个样式面板设定在这个上方 如果你现在看不到这个样式的项目 麻烦你来到视窗这边打开 找到样式这一项把它打开 那打开以后啊 你可以在这边挑选样式使用 如果样式不够多 请你按旁边这个四条线的符号 按这边来增加一些 你要增加哪一个都可以 比方说你要增加一个按钮样式 那就按加入 他就会加在他的后续 我现在点几个给各位看哈 点下去就会改变了 那你如果要换成别的 你就直接点 你就直接修改 你可以不断的修改 那这个是直接套用 好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讲细部的修改 这个只是套用而已 那你就趁休息的时间 自己调整一下看看 我可以共享一下我的画面吗 OK 我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我如果选了一个颜色 可是我再按一次他改了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我这个浮标并没有取消 所以我在按一个动作的时候 他又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我按确认他就先这个 不是不是 这个是像以拉斯追的作用一样 就是当你没有用拖曳的情形下 在后面上直接用点的 他就会让你去设定你想要画多大 他会自动产生 所以你记得你画完图 如果不想要再多增加或多画 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滑鼠乱点 懂意思吗 因为我们现在工具不用的时候 你不动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形状工具 他是完全模拟成illustrator的状况 他illustrator里头也是这样 当你用滑鼠直接点一下 他就会变成设定的框架 你在里头如果设定完了 按确定他就会产生图案 所以我要怎么让这个浮标可以 就是他不再出现 你一样你的工具箱里头 永远都会有一个符号 是正在用的 如果你不喜欢让形状工具 一直卡在这里 那建议你把它切换成第一个工具 就是回到移动工具 对这样你就会比较习惯 他就不会再乱出现东西了 好 你刚刚多画的把它删掉就好 刚刚提到样式 那这个锁定功能 我们就先跳过 暂时这个比较没有必要用 所以我们就先不用讲 那剩下一点点 后续我们这些呢 也可能会先省略 最主要就是讲到文字而已 那文字搭配样式 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文字输入 选择文字工具 这个文字工具 那这边特别要声明一下 文字工具的输入有两种状态 第一种 记得我们在输入文字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新增图层 直接打字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一开始打字 我把这个先收起来 好一开始打字的时候 如果我们现在按一下画面 看起来字的范围很小 那我需要一开始打字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晰啊 那请你先退出 就是按ESC 好我们先退出啊 一开始先在这个文字的尺寸上面好先去选择大一点的 好那假设说我们现在选择的文字大小还不够大 好还不够大 那我想要更大 那你就一开始直接先调 好调到大一点再来输入 好如果还不够大你可以自己先输入急速 好这个pt就是急速的意思 比方说我现在输入到120 按一下Enter 那这个就是120的大小 好那这个行为 记得我们刚刚是不是按一下 然后就可以直接打字 比方我现在重新打一个中文字 好这样子打那打完以后呢 你必须要按上面的这个打勾叫做完成输入 那你如果是用那个桌机用的键盘 我们的键盘的右侧有九宫格的那个数字那边 右下角也有一个Enter键 那个Enter键代表的就是打勾的意思 但是你不能按一般的Enter键哦 因为你按一般的Enter键 它会变成是跳下一行 好记得哦 那按打勾完成输入 这个叫做锚点文字 锚点文字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滑鼠在画面上清点一下放开就开始输入文字 这个叫做锚点文字 通常它的用途是用在输入一个单行的文字 或者是行数比较少的文字 那是拿来利用在做一些美工编排 或者是要修改文字 做一些有造型的文字使用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有一个一组文案要输入 我现在比方说我现在取一组文案来用 好 比方说我这边有有很多的字啊 我找一组长一点的文字哈 比方说我想要找这一组 好 那我在画面上我要直接呢 去做一个栏位的输入啊 因为我现在如果直接输入啊 你看哦 它会变成这样子哦 密密麻麻 而且是穿到画面外的 我把它调整正确一点 字会变得非常凌乱而且超出画面 这样是不对的嘛 好所以我们现在重新还原哈 如果我在输入文字的时候呢 我是在后面上先框一个框框 这个是利用滑鼠的左键拖曳 好 输入文字的时候用文字工具去拖曳哦 所以不要把它搞混变成是用矩形工具哦 这是文字工具直接拖的 这时候会产生一个文字框 然后呢 我们再把文案贴进来 好 然后重新去调整一下它的大小尺寸 不要我现在全部mark起来 改变一下它的极数 然后呢 再改变一下它的间距 行距 好 好 那你比方说输入完成啊 你觉得呢 我的框架不够用啊 我想要把它拉拉高一点 那你就拉边框拉高 那你如果要往左拉 你就往左拉 这样的话 他就慢慢的容纳到你足够用的范围 所以他的边框边界呢 他会自动断行 这个叫做段落文字 跟刚刚前面的这个锚点文字啊不同 所以他是拿来利用在编排 比方说杂志或报纸的栏位用的 所以呢 记得我们的软体里头 输入文字有两种输入方式 一种是点一下输入 那一种呢 是框一个文字框架 然后再输入 这两种等一下各位都会用到 第一个 锚点文字主要是拿来利用比方说设计logo 或者是做一个slogan啊 或者是做一个简短的标题用的 那段落文字会用在哪里 比方说你要做那个品牌故事 那那个画面的时候呢就会用到这个 段落文字的框来设计 好那你也不用紧张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样的状况就好 等一下在做的时候呢 我会带各位再做一遍 所以你先理解 输入文字有分 锚点文字跟段落文字两种 好那我现在给各位稍微试验一下 请你这样做哦 我重新来过 好请你呢 先用点一下的方式 我把这个画面清空一些 让各位看得比较明白 好这样看得比较明白 请你呢第一项先在画面上点一下 然后请你去输入文字 那如果你的文字很小呢 请你事先把这个文字调大 再来输入 然后呢输入的时候呢 随便一行你可以直接复制一行练习 或者自己打字 那输入完毕了以后呢 记得这个叫做确定输入 所以是完成输入 好完成输入以后呢 你可以借由这边比较简单的调整项目 去调比方说这里 调字形 好比方说调大小 其实已经最高了啊 我要更高 那你可以自己输入 比方输入到90 按一下enter 好那比方说字已经穿到外面去了啊 我想要稍微移动一下位置了 麻烦你去用移动工具 然后再来移动 那如果你比较熟练一点的同学呢 你可以在文字工具的状态下 暂时按住Ctrl键 它也可以充当移动工具 好那你如果不会按 麻烦你回到移动工具再来用 好啊不要反复一直按文字工具 你会产生很多没有用的涂层哦 好 先学会毛点文字 接下来呢 麻烦你到这里来 好 刚刚早上请你下载的素材包里头有一个练习文案 打开练习文案 你去找一个字数长的段落 把它复制起来 好再回到服务下本来 利用文字工具 再框出一个文字框 好框完文字框以后呢 把文字贴上 贴上完毕了以后呢 按Ctrl加A可以全部选择 或者是先退出 就是完成输入 我们再来修改也可以哦 那可以开这个文字面板 也可以直接用上面这个来修改就好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段落可能会太密 所以呢 你可以开文字面板 把这一个项目 把它按一下选择自动 好 那你也可以直接修改字体的大小 比方我改到24 好 好那你当然也可以改颜色啊 这边 或者是这边 你就可以自己修改颜色 记得哦 修改颜色是先选色相 然后呢 再选颜色 你如果这边不选 原本又是白色的 他永远还是白色哦 所以这边还要选过 好 确定无误了 好 你再按下确定 请你呢 练习至少要会毛点文字跟段落文字 各产生一个出来 好 我现在回到画面 好 那我现在做一次那个画面 字体的微调给你看好 我先把字体呢 调工整一点 好 我用微软的正黑体好 这样看的比较正常 好 紧接着啊 如果说比方我这个内文里头啊 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像这个里头会有一个开始的标题 或者是每一个主项目 那这些主项目啊 如果我要设定好让他能够正常 比一般的文案内容还要再大一点或者是粗一点 那我就可以另外去mark起来设定 比方我现在这一行就是单纯只有选这一行的范围 好 抱歉我稍微微调一下哈 好 我现在重新进来哈 比方说把这一行选起来 那我们这个自圆面板的下方这边有一个比方说加粗 或者是直接调字体的大小 比方我加粗要调大小 他就变得比较粗了 变得比较粗了 然后呢 我可以再改一下字的集数 比方说24啊 我想要把它改成28 这边没有28 我自己输入 enter 所以呢 我这个项目的部分 他就会比内文要来的明显 好 那当然啊 我也可以把内文直接改别的效果 比方说字的字形或颜色啊 那比方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我想要改另外一个颜色 我只选这个段落 然后呢 我来色票直接选色 好 选完了 这个时候他就改好了 好 有没有 这个就是局部局部的修改 但是他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先用单独 mark起来的方式去选 你想要改的那个部分 好 这个就是文字本身他编辑的时候的要求 好 那这个字元面板 他可以修改的项目会比较多 那为了要让你方便做作业 所以比较复杂的部分我们在做作业的时候才讲 好 我先做到这边 那完成以后记得要打勾 好 这个部分你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谢谢老师 一般你刚开始去适应那个Foreshub的文字编辑 你会有一个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感觉 也是因为他跟Word的输入手感不太一样 好 因为Word他在输入的时候 他是一行一行是绝对的 所以他变成说他在编辑上讲除非你是另外用 比方说插入文字框 或者是用文字艺术师这种东西 不然的话你在输入文字的时候 他都是永远一行接着一行下去的 好 那你就算能跳行 他也是按照行数的规则下去的 但是在Foreshub里头没有这样的规则 他虽然还是有一行一行衔接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限制你 你的文字起点要在哪里 或者是说你有很多个文字涂层 互相可以重叠 或者互相可以做组合 那这一点跟Word比起来 他的自由度会比较高 但是习惯Word的人 一开始会对这个感觉不太适应 我现在准备好单一行的文字 尽量把它调大一些 因为你要搞清楚 我们刚刚是不是涂层 直接涂鸦的那个笔画 或者是用形状工具画出来的形状涂层 他都可以加样式 那我们现在呢是用文字输入啊 那这个输入完的文字涂层 他也可以加样式 你可以自己加也可以自己套用 你可以套用样式面板 你也可以自己加 那简单自己加 比方说一样 我们再加个这个阴影 好 这个就是加上阴影的效果 那如果直接套用 就是用样式面板 比方我现在加这一个 他就会直接套用进来了 好 但是先决条件 记得哦 你文字要套用样式的话呢 通常是为了做 比方说 非常特殊的文字设计 或者是做logo 或者是做一个 比较美工化的 POP 这样的文字 所以呢 你的字本身一定要比较粗 字要比较大的时候才用样式 那你千万不要像刚刚这个 这个整段的文字的 整段像说明文字或文案的东西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去加样式 因为这样会反而更糟糕 并不会比较理想 而且阅读上来讲 人家也不希望你做成这样 所以加样式呢 我们只限于做标题或logo 这样的字体哦 好 请你练习一下这个 那我们前面的复习就先到这边哦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 Bridge的调整 如果你刚刚有先行安装完毕的同学 等一下你可以打开来调整一下 好 正常开启的时候呢 他的样子长这样 那他会先优先跳出一个这个对话框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使用资料库啊 那坚洁的请你选择不要解除这一项 因为呢 如果你现在的状态不是好国民的话呢 建议不要去用到资料库啊 资料库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图库内容啊 他可以用云段来做储存 那当你从假地到乙地去作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利用线上去把档案叫出来用 好 然后我们解除 那这个画面啊 我们先把它开到全画面 好 这样子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左侧 他的管理方式有点类似档案总管 那这里呢 有一个筛选器跟集合 这个呢 以一个正常使用的状态下来讲 比较少去运用 所以以下这些项目啊 你都可以先把它收下来 所以在这边啊 移到这个中间的横格线 把它往下挪 挪到最底 所以这一栏呢 他目前就会看起来比较空旷 那我们要接着使用的呢 是这个地方的档案夹 好 这边呢 长得像档案总管 所以不是我的最爱哦 是档案夹 好 那当你展开电脑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搜寻你的资料来源 比方说早上请各位下载的资料 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找到 我们来找一下 好 早上给各位的资料部分 好 这边就会看到了 好 请你先调整左侧 那我现在切完给你 好 接着是右边这一个区块 右边这个区块 我们需要用到的只有浴室这一栏 像这个中继档跟关键字啊 一般请一下 我们也不会去用 所以一样来到中间的横格 把这个横格线往下拉 拉到最底 这样子 所以这一区也会拓展出来 这个档案找不到 然后呢 你接着把这个区域呢 往左靠 靠到呢 只看到像单一行 大概接近单一行的状态 我们需要把这个画面留最大 好 第二个部分做到这样子 那现在正中间这里呢 就比方说你选择的项目里头 你想要观看内容 有没有 那这个图示的大小啊 你点了 他就可以看到 又测试他的预览图 这个框架可以随你的意思去移动 那你可以移动到你喜欢的状况 那这个缩图如果感觉太小 你可以按下面这个地方 按加号 他就偏大 你也可以拉动横杠 去调到你想要的大小 因为每个银 各位同学 每一个人的荧幕大小不同 所以你慢慢折中去调 调到这样子 分成三个栏位 左边就像档案总管在找路径 中间就是你的档案资料夹内容 右边就是你点到的那个档案的 所以你慢慢 好 这样的话 你在使用上就会很方便了 那将来如果你看到AI 或者是看到PSD档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快点两下 他就会对应软体去开了 好 这个软体的使用 基本上用这样就够了 那他可以自己解读 专业的图档格式 所以您一般下载下来的图档 如果是用档案总管都看不到 比方说这里 我们就看不到 你看我现在来到网拍元件作业 这里 我们要指向第一项 那我现在改用这个bridge来开 网拍作业元件这里 第一项 我就可以看到内容了 好 那我现在就是要请你把这两个 这三个档案打开 我们要接着来做这三个作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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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